今年由於FX14太好玩了 所以我沒有自以前每個賽區每場比賽去看 今次這條影片主要是方便生活忙碌的觀眾 了解一下今年發生的大小事 提升各位世界賽的觀賞體驗 今年關注的主要有幾個點 第一就是Faker在被新選手收獄後 可否證明自己重回世界賽 第二Fanatic的小王子Reckless 在加入G2後可否如願以上更進一步取得好的成績 3.PSGTALENT可否以全勝戰職結束這個賽季 4.MSI經過增強後的DOGGLE 回到BYG可否打出風采 至於NA自從Doublelift退役後我基本上沒有什麼關注 基本上是隨便 整年兩個賽季看起來 作為觀眾我其實看得蠻開心的 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年度我比賽的觀賞心得 Faker 作為號稱和Jordan齊名的Greatest of All Time 在去年無緣世界賽後 今年又找到一群隊友一起努力 但今年SKT的表現依然起伏不定 狀態一般 而隊內的指揮權更加好像有爭議 居然在比賽中說出推主寶如果失敗了我負責 相信幕後一定是有更多我們觀眾不知道的角力 而下季賽的賽季內SKT直接人事異動 將來自DK的冠軍教練掃地出門 而正當所有人都以為SKT這個賽季打算放軟手腳放屁時 想不到每組教練SKT好像猛虎出籠一樣瘋狂連勝 新人AD Guma Yuchi 和輔助Kera 的表現 以及Jungle Owner 的表現都很出色 再加上老將Faker 成功入了季後賽 而在季後賽中SKT選擇被Bench了很久的Teddy 重返賽場 而在Jungle Owner對SKT的比賽中 板凳坐久了 人變清醒中的Teddy 一個伊達人處理直接覺醒 再加上另一隻T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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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Kan在後線上不做任何事 Olaf也被拋棄了 有機會但Teddy仍然是生命的 那是真正的拳擊 他拿了Teddy的Teddy 但現在他在後線上 然後他把所有人都拿出來 Ruler是在這裡 但他對Fountain Laser 什麼可以做? 答案無論如何 將SKT送入世界賽 而LCK決賽SKT不敵王者DK 但幾場比賽可以說是打得有來有回 最後一波ShowmakerLB 一踩三直接摧毀整隊SKT 當時作為觀眾看直播的我 真是心中大喜大樂 因為本身這一波SKT取得火龍魂 贏的機會其實不低 但我可惜這裡被人3打5 這個LB的Flash W 一踩毀SKT support AD上面 但其實以色劣損失的反應速度 在AD和support都有閃的情況下 其實不一定避不到 這裡如果可以閃過LB的爆發 其實打得贏 但很可惜 兩個都有閃的時候交不到 Carrier選擇舉盾 其實都是布朗姆玩家的自然反應 但LB的W 我記得布朗姆舉盾是吃不到 只可以擋頭射物 在那個位置唯一生存下來的方式 就只有閃現避開W的範圍 而在比賽中段 Faker有幾次失誤 被人捉 零車 送隊友去死等等 只能夠說真的記不如人 狀態也沒有當年那麼好 但雖然拿不到LCK冠軍 都是希望他在世界賽上打得開心 不要留有遺憾 關於Faker我是多一點想說的 今年最大的爭議 相信是Faker 被LSB的隊員嘲諷 笑他曾經在世界賽上哭 然後引起中爐 很多人都罵LSB 不尊重前輩等等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有點反應過度 要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吹著首先 李青英雄聯盟電子競技聯賽的聯賽性質 LL的職業聯賽不是什麼友誼賽 亦不是追求和平精神的奧運 而是追求失力 以及第一的商業聯盟 而對於一個商業聯盟來說 選手之間的火藥味 以及Trashtalking 是可以很大程度地提升聯賽的魅力 NALCS多年來的成功 Doublelift多年來的Trashtalk 他與TSM、CLG的愛恨情獸絕對為比賽提高了很多火藥味 亦令比賽更加吸引 不信的話 你去看看 Conor McGregor 是如何成為UFC最有話題性 賺錢賺得最多的運動員之一 你就明白了 同樣作為運動經紀 是UFC Trash Talk 相比在LL真的罵得難聽很多 其實在商業聯盟中 運動員之間適量的Trash Talking 我認為是一種好事 亦是不可或缺 更何況今日LSB 只是簡單嘲諷兩句 諷刺兩句 根本說不上羞辱、嘴炮的程度 嚴重性真是還好 運動競技最有趣的 就是可以提供給Trash Talk 一個公平的較量環境 就像中世紀騎士決鬥 西部牛仔 用手槍決鬥一樣 你覺得自己的名譽受損嗎? 很簡單 你在擂台上親自打爆對面的頭 證明自己的名譽就可以了 選手鬧選手 選手Trash Talk選手 我覺得沒大不了 因為他們始終都會在賽場上 透過實力證明自己 到時候哪個不服 缺一死戰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在比賽中有得報仇有仇報 不信你就自己看看吧 現在LSB 就被Faker打回他的屁股 所以觀眾不需要反應過度 覺得自己的偶像被噴 就粉粉不平 我們應該要相信選手可以親自將嘴炮他的人打爆算對 老實說你問我真正需要被平反的 我就認為不是選手收獄選手 而是Hater所收獄選手 因為選手鬧選手 選手有仇報 可以直接證明自己打爆對面 但觀眾鬧選手 選手如何報仇? 根本沒有仇報 所以誰更嚴重 誰傷害症更高 稍微思考一下就明白 我們不應該合理化來自Haters的漫話 但當選手之間互相嘲諷 就覺得粉粉不平 這裏怎麼看都不合理 而講起老將 我當然不可以不提我們的Reckless 在Season 2還未成年時 我已經開始看他 你不要看他年輕帥 實際上這個男人 是與當年的TPA Toyce Little Boss Stanley Mistake Beebe那一隊打過比賽 在當年Season 2的IPL5上 他要連緊15歲的超年輕姿態 與當年Fanatic的老隊友Expect Key等等 一起將TPA打爆 殺到入決賽 這是他整個職業生涯中 最接近世界冠軍的一次 但很可惜 最終不敵WE 無緣捧杯 到了2013年 Riot開始舉辦EULCS 他作為Fanatic的超新星 就是因為未成年 不夠合法年齡 參賽不到 直到2014賽季 才正式作為Fanatic的一員 出現在賽場上 現在來到應議一年 代表Fanatic精戰多年他 終於為了冠軍 進行轉會 我見普遍大部份的Fans 都是表達理解的 因為很多觀眾 從這個男生 年輕人開始支持 看著他在世界賽上 一次次挫敗 為Fanatic 獻出了自己大部份的青春 而現在 去到職業生涯的最後 為了希望可以更進一步 而做新的嘗試 轉會加盟 最有奪館希望的G2 其實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所以當時對於Reckless的轉會 絕大部份的觀眾都是送上祝福的 基本上沒有人罵他 更加沒有當年Double Leaf轉會 TSM爭議那麼大 而作為那麼多年的觀眾 即使對他沒有什麼感情 但看著他的ID那麼多年 都是希望他獲得好成績 但很可惜 今年的G2由Perks來隊之後 對內的狀態起起伏伏 過往的中路明星選手Caps 表現一般 上路的Wonder 更加是沉迷魔獸世界 不能自拔 會帶多隻Game那麼難你都玩下去 你真是好東西 難怪你輸 今年的G2最後 居然是無緣世界賽 連飛都拿不到 為了奪冠而加入的Reckless 現在連飛都拿不到 去不了世界賽 而反觀 在離開之後的Fanatic一飛沖天 在關鍵的BioFight中 擊敗自己的老隊長 贏到G2 拿到世界賽的飛 對於Reckless來說 簡直就好像命運 跟他說了一個笑話 希望我們明年繼續努力 因為老實說 這些老將已經是體一個少一個 所以對他們基本上我是誠摯的給你祝福 雖然世界賽他沒什麼希望 但Reckless 在職業選手的顏值中 拿個世界冠軍也沒什麼問題 如果下面有幾%的女觀眾 歡迎留言 給LL選手的顏值前三排名 想聽大家的看法 我犯了多少女生喜歡Wolf 覺得她肥很可愛 接下來是PSG 今年的PSG在下季賽中 獲得全勝戰職 繼當年的SKT Fanatic之後 成為又一隊創下全勝戰職的隊伍 但很可惜 他們在季後賽的BioFight中 輸了給BYG 雖然在敗者組3-0 J Team 但分隊決賽 都是跟BYG走第五局 好像沒有之前 這麼有子載力 雖然下路KaiWing Unified 依然表現出色 但上路Hanabe狀態飄忽 希望我們有機會看到他們的上路締補 南馬島最強上單Kartis 這裡我們恭喜PSGTALENT 獲得世界賽的門票 看來今年的直播 就無法邀請他們過來 跟我們一起看比賽 今年的PSG 我有一樣東西依然覺得很印象深刻 是值得讚的 就是他們的社交媒體經營上 依然是熟練 非常有紛亂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Riot公告今年比賽場地 轉移到歐洲之後 很多人到PSG那裡問 Unified 有沒有辦法克服爆費坐飛機去參賽 當時PCS的季後賽還未打完 當時PSG的Fanpage 就出了一篇文 表示多謝大家的關注 但目前賽季還未打完 讓我們確認了世界賽 之後再跟大家講消息 當時很多人還覺得 喂大哥你下季賽全勝了 PSG 這麼位官腔 但想不到PSG 在季後賽中真的輸了給BYG 差一點音溝女翻船 我們事後主角倒向右看 如果當時PSG 真是很自信地表示 我們問了醫生 Unified 沒問題 他們出完這篇文後 再輸給BYG 豈不是被人笑到體無懸膚?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真的難以想像 對於損失的心理陰影 所以我們在這裡必須要給PSG的公關處理 以及管理Social Media的編輯一個家長 比較聰明 因為他們在模型中消滅了一場公關災難 真是不改為PCS賽區 在各方面都經營得最成熟的隊伍 接下來是BYG 今年Doggo經歷了MSI一役 果然成長很多 回到BYG中 協同隊友一起成長 成為了PCS最有競爭力的隊伍之一 而見到他們成功擊敗的PSG 見到世界賽的門票亦為他們感到開心 尤其是丁特 試隔多年 終於圓夢了世界賽門票 作為一個當年在台下看他們比賽的觀眾 Toyce 丁特 May Ole 還有Raison 他們當年拍的宣傳片 現在終於成真 雖然不作為選手 但作為戰隊老闆拿到這張票 相信對他來說 異意肯定很深刻 不知作為當年他們努力過的隊友 見到丁特 一個人完成了他們曾經的夢想 Toyce又會怎樣想呢 Ole 都是期盼BYG 在世界賽上展示到他們的實力 恭喜你們BYG 恭喜你們丁特 最後講到NA NA真的沒什麼好說 雖然他們最後Final Solution BO5 其實是頗好看的 但他們作為最多資源的賽區 冠軍隊 連一個本土選手都沒有 真是笑死人 NA今年的最大贏家 肯定是蛇蛇、Sword Art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最後我發現 台工和聊天室 又開始不同戰隊之間互相噴來噴去 其實老實講台工市場本身不大 戰隊老闆九成都是蝕錢做生意 再沒腦罵有什麼意義 檢討沒問題 但說話真的沒必要那麼難聽 希望大家外匯一下 蝕錢的老闆 燃燒青春的選手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再見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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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5 6 5 6 5